当着媒体的镜头前都跑得了 你走不了我跟你说 你碰见我了你算是倒霉了我跟你说 你碰见我我就不会让你走 但等到警察之后来了再说 你的喜丹尔公司在哪你还没交代 喜丹尔公司你们有那个卫生寄生许可证吗 你们有市场监管余的证吗 我怀疑你们是个黑公司 我应该说你自我能跑吗 你穿得比谁都快 我不跑你放心 我刚刚跟上当受骗身边 他们一套套的骗我们 家住周口相乘的卢女士啊 今年47岁 由于是又再婚了 特别想跟自己现在的老公 有一个自己的孩子 2020年的9月份就到郑州龙海医院 去做这个试管婴儿 不过啊这个试管婴儿没有做成功 接下来其中的一个大夫 就给他介绍了一个所谓的中介 名叫魏杰 他给您说他的身份是什么 他说他是希德尔什么希德尔公司 交一项金 交两万块钱 那魏杰说两万早 软门又要到代马 难道这是要让你做代孕吗 那是 他说要再交多少钱 他说我早软门的十十万 要再当马那花三四十万七八十万块钱 那就在9点40分 这个所谓的魏杰是给发了一个位置 是在黄河路东明路交叉口向南 三十米路东 我们就约在这个地点给他会面是吧 一会见了他该说啥说啥 得问清楚怎么回事 因为代孕毕竟是国家明令禁止的 我们是按照所谓的魏杰来到约定的地点 但是他现在迟迟不露面 把钱退了 我把钱退了 我能走了 你是中间哪个环节 我什么也不是 我只是他的姐姐而已 你是他姐姐 她是你姐姐 我退了 退了吗 退了 跟谁说这事都不能私了 媒体已经介入了 你说咱俩我咱俩 我们俩不行 我就是为了要钱 你不是 你懂不懂法 你还护着他吗 不能走 那现在啊 等于是这个魏杰 这个中介是已经把钱退给了这个卢女士 那卢女士现在已经离开了 但是呢 狮子觉得现在警方还没赶到 这个所谓的这个魏杰还不能让他先走 你今天碰着我 你算是碰着碰见应差了 我跟你说 没事 你说啥 我不会 我不会轻易放手的 那你自己就帮我带回你家 你又想删东西是吧 你拿着这个手机也在删东西是吧 都已经来到这个派出所了 你还想删 你手机里都是啥东西 你为啥一直要想删东西 目前啊 警方正在对此事进行一个详细的调查 在这里狮子也想说一说这个卢女士 您要孩子的心情可以理解 但是不能寻求代孕这种渠道 同时啊 我也想说一说这个魏杰 很明显可以初步认定你也是其中的一个环节 虽然现在是失口否认 但是相信在警方和相关部门的联合调查下 一定能够查清楚这个代孕的黑色利益链条 及时把它斩断 我是大参考记者狮子 关注大参考 给您最好看的新闻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